万能博士 螃蟹为什么横着走路 而且会涂泡沫呢 螃蟹能够用来走路的脚有八只 每一只脚都有七个活动的关节 可是这些关节都只能够作为横方向走路之用 所以螃蟹不得不横着走路 一般的螃蟹身体都是横向发展 所以横着走路也比较方便 螃蟹在水里生活的时候 跟鱼类一样是用腮在呼吸 但是螃蟹的腮构造跟鱼类不同 鱼类只要一离开水不久就会死掉 可是螃蟹可以离开水生活很久 我现在来解释鱼类和螃蟹的呼吸 有什么不同给你听 鱼类用嘴吞下大量的水 在经由腮吸入水里的氧气 最后把其余的水排出身体外面 所以鱼类如果没有用嘴吞下水 就没有办法呼吸 可是螃蟹就不同了 螃蟹的腮跟脚的根部相连 从脚的根部所吸入的水分里 摄取水中的氧气 然后把剩余的水排出身体外面 螃蟹比较聪明 它会留一些水分在身体里面 如果离开水中 就可以利用事先所储存的水分来呼吸 不过如果长时间离开水中 就会过度地使用腮里面的水分 那会造成缺水而干涸 那就没有办法呼吸了 这个时候螃蟹只好利用 它的脚所吸入的水分 配合吸入空气中的氧气以求生存 这些吸入的空气 在经由腮所积存的水分 一起从口中排出 就会产生泡沫 你如果注意听的话 还可以听到嘶嘶嘶的声音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